车饭店业者全都忧心忡忡 政府部门表示 那么今年的一二月份的旅行团 的确团客稍微减少了 但是其实大陆的自由行旅客来台湾反而增加 而洛克团的游览车 从今天开始取消车龄12年以内的规定 也让运输可以更有弹性 洛克来台人数又要再减吗 旅游业者接到大陆业者传来的消息 3月20号开始会将目前缩减三成 7月15和10月15号会再对看两次 听说的是3月20号以后会缩减 可能在比较近一点以后才会看得到 那个实际的状况 两岸航班是否会缩减 民航局表示目前维持正常 三月份出的团大多还是二月份申请的配额 因此四五月是否有变化还有待观察 如果习近A不排除以减班更换较小机型 甚至增加非东北亚航班烂营 我觉得还是多一点 就是不要减保持现状就好了 我觉得不好 台湾也是要花展逛逛的 台湾也不懂政治 反正感觉台湾挺好的 咱们就要来台湾玩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说 陆克大幅减少只是业界传说 不过从3月1号开始 松绑陆克团游览车车铃限制 取消车铃必须在12年以内的规定 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政策 应该是重于保检制度 而非在车铃的单一法规 3月1号起陆克比照外国团客 没有车铃限制 而陆克锐检 真如陆委会所说 只是业界传说吗 旅游业者还是心驾驾 事件未到 还有待观察 记者综合不当